北斗七星是自古中国因为在北半球 把它作为参照 一年四季的变化 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 都是以它为点 包括北极星 现在的科学认知 就是现在织女星再过一万年 它就要占领北极星的位置 所以说斗转星移它是在不断变的 而我们测算 就是根据这些东西 天象 如果是我们找不到根源 还是一味的这样照北宣科 像所有的东西都无法超越古人 甚至说理解古人的话 找不到其原理所在 那我们就以后就没办法算了 整个系统就乱了 包括它天象 天体能量 它是影响地上万事万物的 包括人在内 所以说 它是一个根本的东西 你要看天上就那几个星星 那一个星星 你知道有多大能量 就月亮一来 所有女星 每个月是不是都得听话 这个女子二七十四 天鬼至就是来月经 男子是二八一十六 京城 这个女子是受七的影响 男子是八 为什么是七跟八呢 又为什么是这个男人是受阴的影响 女人受七阳术的影响 首先一二三四五 它是生数 六七八九十是成数 人生几十年 它已经成了一个局 一定的定数 大方向 所以说 这个是成数 然后六跟九呢 是老阴老阳 它是天地 这种大叔 我们通常不用 人间是相对的阳间 这个虽然是说阳间 但是比那些佛神圣们 他们是纯阳之体 纯阴的咱们就更没办法讲 这个 七还有就是 你修炼 什么七七四十九 是吧 九九八十一 也是大叔 这些很多东西 都是跟七有 这个 你像那个人的命运 七年会有一个天地大反转 因为天干 逢到第七个字的时候 它是克第一个的 而地支第七个 它是这个相冲的 天克地冲 所以说 娄起娄露 你去观察自己的人生 是不是 当然还有十年 十二年 这种天干 在一轮转 地支一转 这种规律 也有 七 有其有主义 按道理是男人是寿命比较长 因为八十一个周期 但是现在很多原因导致阴阳 哎呀 这个社会 啊